在欧洲巡回访问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文家宝在星期四的傍晚从德国飞抵了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 准备对欧盟总部展开访问 在接见当地华侨的时候文家宝介绍了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一系列重要措施 同时他也强调2009年中国面临着困难局势 中国总理文家宝自德国一飞抵布鲁塞尔就在下榻旅馆会见了比利时的华侨使馆中资机构和留学生的代表 并且就中国应对金融危机所采取的种种重大措施 现场进行了长时间的阐述和介绍 同时也强调今年是中国经济面临困难的一年 在扩大内需的同时也要增加进出口业务 2009年对中国是相当困难的一年 特别是上半年 我们难在什么地方 难在生产力的主要要素都有 资金有 设备有 人有 产品有 就是没有市场 外需减少 而产品卖不出去 中国人管不了自己 但管不了世界 可是我又一想 国际市场份额再少 也就少 也就少百分之二到三 我们必须 在扩大内需的同时 稳定 外付需求 也就是 外贸出口 进出口 我相信我们的企业 我相信我们的人民 我相信我们的国家 一定能在危机中 走出一条光明的路 凤凰卫视严明 林平布鲁塞尔报道